南台科技大学与有联生技公司签署产学合作 要共同开发治疗阿兹海默症的新药 宣告记者会上执行计划的生技型教授苏毅仁 也迫不及待宣告研发实验的最新进度 目前为止所有的欧洲海默症药物 可能这个最有希望的一个两个药物 那我们现在已经在做动物实验 那年底大概就会有结果就会出来 为如此兴奋正因为这项重大发现 有机会改写阿兹海默症人物有效治疗药物的记录 再加上发病原因不明 竟筛选出来的两种专利化合物 渴望带来转机 有一个蛋白就在脑里面 它会一个留在那边 令它的那个整个脑的功能会退化 我们觉得这一类药可能对它的分解有帮助 我们也希望这个药呢 很快的可以问世在这个世界 然后呢一方面打出台湾的这个著名度 一方面呢也解决整个世界 人类这个老化所产生的这个 老人初代的这个问题 目前台湾阿兹海默症患者高达20万人 是人口老化下的严重问题 若新药研发成功 不但能造福人类 也能为台湾生技业带来更多获利 iStudy采访报道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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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